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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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文位的话 那么是一个非常好的牵制武将 这个真的武将 那就牵制这种武将呢 14号位 孙前董允 这两个武将都是属于比较优质的优质的武将 他们的强度比刘峰可能要略高一点 可能要略高一点 如果GC后面的武将再更强一些的话 可能会 对吧 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有可能考虑先桌 是有可能的 有观众提到说他行他也上 你知道我看CBA的比赛的时候也有这种错觉 那就是我觉得CBA打的也就那样 我要上 我要是努努力 对吧 稍微练练力量 我上去打去 对吧 也差不多 你看他那个过人那么朴实 我可能一个左胯下接一个背后的运球之后 再接一个左胯下 可能就恍飞了 然后我就直接长驱直入 然后跳在空中 他如果中锋冒我的话 我就一个右拉杆 对吧 一个右拉杆 直接就擦板进球 对吧 那突破无人能敌 对 当然就是看人挑担不吃力 自己挑担压断挤 所以高兴高兴就好了 好吧 高兴高兴就好 现在双方目前都没有要先桌的准备吗 冷色方的酱已经很凶了 老司机想清楚啊 我要是你们的话 我可能要先了 他可能舍不得刘备 也有可能舍不得孙修 不管他舍不得什么 对面这个酱真的有点恐怖 老司机在纠结 就最后一个七号位选将 不是在于选将的问题 而是在于是否先桌的问题 没有先 咚 开战 那我们来看一眼这局的情况如何 这局的情况如何 对 我们到时候需要提醒一下 傲娇同学已经有至少三场没有签到了 啊 如果傲娇还 哎 那你 我的还笨的 先了是吗 我也好也没看到字 那麻烦了 这个这个是由导播来去 由裁判来去跟选择去协商处理了 好吧 虽然我觉得老司机应该要先啊 这个局面 我觉得老司机肯定要先 对 这个老司机是肯定要先 但是确确实实啊 我们在直播画面上也没有看到字 我们也可以 我这边也可以提供 我们这边也可以提供录像啊 来作为一个证据 但是呢 我们总之现在目前为止 这一局比赛 双方还是按照先桌来处理了 就是说通常来说我们打字说先了 然后退了就不打了 对吧 但是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老司机里面的选手并不清楚 说先桌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他以为我们只要退了就行了啊 而并不知道的是说这个啊 先桌的话需要在公平先打字 说先桌 然后才可以退啊 就是先桌两个字必须打 对 因为我们要需要用文字来确认啊 需要文字来确认 对吧 嗯 这块的话由我们的这个裁判啊 去跟选手来确认怎么操作 以及说后面的比赛会不会受到其他的影响啊 这块的话可能需要点时间来纠结啊 那我们就随便聊点别的事情吧 好吧 我现在其实想不到太多别的事情需要聊的啊 那我们玩会儿这个小玩偶吧 看起来蛮可爱的 对吧 哎 司马仪那根棍呢 这一天到晚丢零件谁受得了 哦 那天司马仪掉了 可能是掉了之后把棍给弄掉了 司马仪让应该有根小手杖啊 有根小手杖 那把司马仪先搁一下吧 那陆迅这把刀还在啊 陆迅这把陆迅这把剑是比较有特色 而且也比较符合它在圆画里边那个感觉 它是一个弯弯曲曲的剑 其实通常来说啊 呃 剑的话是不太适合做成这种形状 因为感觉做这种形状的话呢 冶炼的过程中比较不好冶炼 然后呢呃 就是使用的时候好像也并不一定有好处 对吧 关键是使的时候不一定有好处 因为你想 剑的话 一般是啊 有两种两种用法 一个叫削啊 一个叫削 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这个 比如说这是把剑啊 这是把剑 对吧 然后比如说啊 拿什么代表那个什么呢啊 比如说这个这个这个吧 这个就是一个啊 这是一个人头啊 说我杀过来啊 从那划过去 插哎 这个东西叫削啊 那一个动作叫什么 叫刺啊 刺是什么呢 还是人头铺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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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穿啊 最好是扎穿啊 那你这个弯弯曲曲呢 它很明显 它不太适合扎穿啊 你扎进去之后还得啊抖动才能够进去 对吧 因为因为你你你大能力啊 就是这个阻力啊 越细啊 越细 它这个阻力越小 对吧 为什么有东西叫破甲锥呢 对吧 它就是啊 细的额眉刺这种啊 分水额眉刺也是一样 它细好好好弄 对吧 它点它得一小啊 你这本来是一个细件 结果呢 弯弯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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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 弯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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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ō 大導致这个东西 它不好往里扎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不好往里扎 第二个是啊 扎完之后往回拔它不好往外拔 所以这个两种两种方式啊 就是两两件事情啊 导致的这个操作 对吧 我觉得这个键不是别实用啊 我们就去随便闲扯啊 我们先主要是看 这个裁判这边时间怎么操作啊 我们就随便扯一些啊有意思的东西 好吧 大家觉得好玩就行 大家觉得不好玩也没招啊对 反正就是这个键跟大家说嘛肯定是什么 就是为了好看 对 所以摄影什么样都行 之前讲过这个剑有点像什么呢 金蛇郎君的金蛇剑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 也不要小朋友了 就是很多跟我一样同龄人 我们对金蛇剑的了解应该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碧雪剑》这部电影《袁彪》 还有李修贤 对吧 应该是他们俩演的《碧雪剑》 非常精彩的一部武侠的电影 虽然这部电影几乎跟《原著》快没关系了 除了套点人名以外 对吧 人物性格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就完全都 这就早都没边了已经 对吧 跟这个实际上的真正的《碧雪剑》的小说的《原著》差得很远 人物性格呀 包括剧情啊 包括重点都差得很远 因为《碧雪剑》虽然只有20张 虽然是两本书 就是因为金蛇老师的小说呢 就是最长的是五本书 比如说《倚天屠龙记》对吧 就是五本 然后像《天龙八部》《鹿顶记》这都是五本的 然后呢 薄一点到四本的 四本的话呢 像《神雕侠侣》对吧 《笑傲江湖》这都是四本的 就是这一本书是十张啊 按十张说一本书是十张 然后再短一点 就是两本的 两本的话 呃 像什么《书严仇录》啊 像这个《莲城爵》啊 然后《碧雪剑》也是两本啊 《碧雪剑》应该也是两本 然后可能记错也可能是一本啊 我印象中应该是两本 对 所以《碧雪剑》它本身 虽然两本书 但是故事其实很长 很长啊 而且呢 呃 就是它是借写《原成志》 然后要写《云冲换》 所以前面很多东西啊 写这个《义军》啊 要怎么弄 对吧 呃 保护这个《原成志》 包括《原成志》《学艺》这块也很重要 同时呢 它是借《碧雪剑》这个小说的故事 然后啊 它穿插了整个从明朝的就是崇祯 崇祯这个朝代啊 灭亡 对吧 灭亡才开始 对 这边离床怎么样啊 我们进比赛吧 进比赛吧啊 这个有空给大家好好聊了小说的事情啊 有空给大家好好聊小说的事情 你就要聊金庸老师的小说的话 基本上可以聊几天几夜了 我觉得问题不大啊 这个我跟我跟导播确认一下 比分有变化吗 没变化吧 老司机先桌对吧 那为什么没没那什么呢 啊 行吧 那他们可能 可能是不是打字是被打清楚或者怎么样 好吧啊 呃 金蛇剑出名绝对不是因为有毒 金蛇剑呃 本身它的出名在于它有一个沟啊 对啊 他们是发到队伍里了啊 他们是发到队伍里了啊 那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反正警告一次吧 就是今后再有 类似的情况的话 我们肯定是严肃处理 好吧 肯定是严肃处理啊 就是念而等初犯 那这一次就再说啊 这一次就再说 对吧 嗯 鱼长剑呃 有观众提到刀的问题 刀的话是有砍有砸的 因为剑就劈砍砸有这些动作的 它本身有沉对吧 能接触碰撞 剑是没有这种动作的 剑的话就是躲着走 你看击剑也是 无论是西洋剑 还是这个啊 就是中国传统的剑啊 都是都是剑走偏锋嘛 它不能硬 硬上啊 只有像你像日本那种武士刀 它是啊 百炼金刚能对着砸啊 我们看看这一局啊 老司机是没法选择先桌了 然后酱面齐昏无比啊 酱面是齐昏无比啊 我们挨个捋一遍啊 你跟他聊点别的事情 哎 对 我觉得画面能再往那边挪吗 你看看 我觉得再挪挪是不是也会更好 关键我觉得左边这儿老板 搅一块 搅一块 搅一个树条的空的空间 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 这个局面啊 暖主 郭都旁计 冷主是 暖主刘备 冷主是 郭都旁计啊 郭都旁计 那这边的话 太史词的第一波输出跟 郭都旁计 能够有一波有意思的小配合 这个也是我们啊 喜闻乐见的一件事情啊 能够通过 呃 这个天翼啊 初杀 然后呢 产生一个有趣的配合 但是我要去进行这个配合是另一件事啊 是另一件事啊 这边天翼选择去拼周仓 那就是谁的牌废 拼谁拼谁的 看眼看眼输出目标啊 我觉得 嗯 暖色可能 因为这种单格花的位置 不存在家机的逻辑 呃 对方的最重要的核心点是王姬 主攻是刘备 你打刘备应该打不动 打王姬呢 不一定有意义 所以 看要怎么纠结一下 然后选择杀了郭都旁计和刘备啊 还是 就是火力向往刘备这个点来集中 然后是非的话呢 会弃掉牌多的人 所以就弃了东远 刘备这边中刀 那可以挂斧子 杀第二刀 这样摸完之后自己是三场 其实一样 你不挂斧子也行啊 但是我觉得在牌支撑住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挂一下斧子 万一刘备这下闪了可怎么办 啊 这边的是非 因为刘备已经是四张牌 所以可以弃刘备的牌 那这一波的话 冷色方已经下定决心啊 要直接去秒刘备了 这个打法是需要决心的 因为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你到火力集中过去之后 发现刘备的牌 就不管刘备怎么样 就是其他人 整个暖色方的头 足够支撑刘备活命 于是刘备呢 就变成每回合一点点去把牌给回来 同时呢 牌给到王姬之后 可能王姬有别的输出啊 当然因为有刘备在 所以额外输出还是很多的 就是整体冷色方的牌有很多额外输出的可能性 比如说周仓的这边 然后比如说太子瓷 对吧 这都是解决距离还能额外输出 包括刘备 这都是一个在输出上很优质的阵型选择 所以冷色方说也是基于这些点 所以冷色方赶去说去吐刘备 赶去吐刘备 桃园结役 赶紧开 赶紧开 保刘备一下试一下 这种桃园结役的牌要赶紧开 先瞬间片下无懈吧 要不 他可能也纠结瞬间决斗和桃园三张锦囊的使用顺序呢 这边直接发了攻棋 你要打谁啊 直接解凡刘备了 但这个解凡刘备 刘备只能摸三张啊 三张要摸 那求生欲望非常强烈 求生欲望非常强烈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还是应该先瞬间后桃园的 讲道理还是应该先瞬间 然后后桃园啊 这边的桃园结役给刘备回血 那可能是自己手里边有足够多的无懈 顺掌千阳限制下过头旁击 所以起手啊 面上是把刘备打到了三血 但是呢 通过桃园结役和韩当的补强 就是刘备这个点可能会 挣扎的比较厉害 不过结束 我们看下郭东旁击的这一轮爆发 什么都没有啊 因为郭东旁击是个主攻卫啊 所以 我本来说 我本来意思说 所以不好发急攻的 对吧 所以不好发急攻的 急攻这种事情 这个急攻发生之后 非常惨啊 这刘备可以直接杀一刀杀一刀过头旁击了 对吧 最好的进攻就是防守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反正车过的话 来回说啊 人嘴两张皮 反正都是你啊 先南蛮 先南蛮 然后再杀郭东旁击的话 手里是二四六 杀一张变五张 五张的话 场上依然是排最多的一个 所以郭东旁击的试非没法发动 对吧 是合理的啊 然后南蛮书亲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啊 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郭东旁击手里边 流伞的概率应该比较大 这个五谷 这个这个这个 如果这样打的话 那就是就是刘备这边应该是主要要找一张乐不思蜀 然后就强压留鞋了 不打算去反杀 郭东旁击 虽然我依然认为杀一刀郭东旁击是稳赚不赔的一笔买卖 反正杀也溢出 对吧 反正派也溢出 当然 无骨也让人可以开 就是先杀 然后再开呗 哎 这个五谷风灯 刘备是被无限了 是吧 啊 刘备被无限的话 这个无风灯很赔了 因为并没有 能够限制住留鞋 啊 是被无限了 刘备这边是被无限了 那刘备现在已经不能去杀郭东旁击 剩下的事情只有人得了 把装备扔给了寒刀 那自己可能过掉了啊 这个牌没必要给就直接过了 排流多一点没亏吃 其实讲道理 刘备的藤甲是可以考虑装的 因为要考虑留鞋的呃 留鞋给人排 然后拼点这件事情 如果你有藤甲的话 拼输了也不会掉鞋 但是呢 因为手里只有一张闪 所以内心深处还是有有那种恐惧的存在 过后拆桥 转拆王机 啊 拆桥这张乐布斯鼠 手很快呀 现在刘备也是面临着一个选择 就是左边是刘备 右边是王机 啊 杀哪个都行啊 就是 但是杀王机之后 如果没有杀中呢 局面就比较赔 因为就又又陷入到我们那个那个困境里面 说你开始打刘备 然后如果你最后的攻击没有跟上 然后转打另外别的点 你前面的很多输出就浪费了啊 前面很多输出很多输出就浪费了 因为刘备的仁德可以不断的去回复 那你前面的前面的输出就白打 然后前面的输出如果白打了的话 嗯 反正惨一点啊 就效效果会稍微差一些 效果会稍微差一些 那暖色方现在就慢慢的开始缓过来啊 慢慢开始缓过来 就是警报警报一样准备解除了 如果警报解除的话 嗯 暖色方会逐步的依靠董允和王机两个将去拉一些排差 然后刘备这边呢 慢慢就转成一个支援的角色 看见周仓啊 周仓也是选择杀王机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开始提到了 说其实韩当这个就是呃 太史词这个点就可以直接选择去打刘备还是打王机 对吧 但是太史词选择打的是刘备 然后到刘夕这个点就太对于是就是分脱节嘛 太史词和过渡黄继两个点选择打刘备 然后刘夕和周仓两个点选择打王机 于是呢 对于暖色来说 就面对面临两个激活点 两个激活点 他们啊 分兵则弱 就就好好一点啊 感觉好一些 冬运的火攻啊 刘夕这边因为手里是一张草花的沙 所以防御状态是比较差的啊 但是冬运好像也不太具备真正能输出到 刘夕的可能性 太史词天翼拼赢了过渡黄继 双杀的话应该还是 其实有一种方案就是直接双杀王机和刘备啊 这边应该是单杀 单杀王机了啊 双杀王机刘备 九杀 双杀王机刘备 刘备有闪 但是太史词可以考虑惯出来 果然 那太史词胜的一张牌大概率还是一张杀啊 从这个感觉来看 王机这个点 开始收桃 东云给桃 然后太史词如果再有一张杀 能够杀向两个点的话 哎呦真恐怖 这一局是一个太史词制霸全场的局 太史词制霸全场的局 太史词总出了四张杀 其中有一张是九杀 然后这四张杀里呢 大部分都打中了 哎 刘备为什么还有一张闪 刘备为什么是两张闪啊 我怎么记得不是啊 是王机之前旗帜过刘备吗 看东云还有没有桃 去把王机捞起来 哎呦 还有一个桃 那很关键啊 这个王机和刘备居然没有死 如果王机被击杀掉的话 那么这一局太史词已经可以封神了 太史词就是这一局的MVP 就是这一局的大厉害啊 就是这一局的高手高手高高手 那这边韩当应该是可以加一马 下掉流血手牌之后 直接决斗流血啊 有有有这个盾 那没有下流血手牌的话呢 就判断说呃 韩当手里面有额外的杀 所以决斗流血 流血可以还手 然后太史词无所谓啊 不是那个韩当无所谓 但是国度旁计康出一张无血 国度旁计康出一张无血 现在已经是双方都已经进入到了贴身肉搏的阶段 如果能够再让流血行动一个回合 那暖色方这边就是他添大祸啊 流血只要能行动一个回合 暖色方这边就是他添大祸 国度旁计的青龙刀 王基应该是无论如何都得死了 无论如何都得死了 除非韩当那有桃 并没有 那么王基被击杀 这局王基本来是作为承接着刘备的牌 然后做爆发的点 但是呢 因为刘备这边的状态并不好 所以很多的牌刘备自己用掉了 所以王基这边爆发的节奏非常差 然后又因为王基没有这种爆发起来 所以导致我王基这边手里的牌也不太好 然后成 又又又成为一个被激活点 这边冷色方的输出 虽然是分兵两路 但是这两路中呢 首先攻破了王基这一路 而且刘备这位打残了 但是这些完全是得利于太史词啊 因为我没有太史词存在 所以就有可以分兵两路的这个空间啊 因为等于太史词分兵两路的话 我会把刘备的刘备的刘备 然后打了王基三血 这就是平均进行的状态 刘备这边的九杀 必须要秒流血 现在冷色方居然能把流血救回来 郭东旁击手里居然剩了一个桃 这个冷色方啊 除了流血手牌以外 冷共只有三张牌 这三张牌里居然能把流血救回来 郭东旁击手里居然剩了一个桃 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桃 给流血吃掉 给流血吃掉 流血这边的牌应该是吃桃 然后把牌给到周苍 当然也可能不吃桃 直接给周苍啊 这个桃吃与不吃 啊 这边是给了郭图旁击 去拼刘备打刘备 哦 因为郭图旁击有古定刀 因为郭图旁击有古定刀啊 啊 董允这边实际上是藏了一张沙 没有拿这张沙去救王姬啊 董允是藏了一个桃 没有拿这个桃去救王姬啊 好的 终于回合 应该是继续给刘备补强一下 因为刘备这个点现在实在是太弱 还是 呃 杀向刘邪 但是刘邪的天命 已经保不了他的狗命 哎呦 郭图旁击有这个啊 这个桃应该是之前刘邪给的啊 这个桃是刘邪给的 对 这个桃是我们见到的一个桃 之前见到的一个桃 好的 董允再次给刘备补牌 啊 再一次给刘备补牌 其实刚才 哎 等一下刘备这点为什么脱管了 啊 太尔茨回来了 回来了 太尔茨的天意 拼掉一张七点 这边思考一下啊 双杀 郭渡旁击和太尔茨 大家都是两张牌 所以啊 还当是三张啊 我刚刚说都是两张牌 所以可以下刘备一张牌呢 但没关系 有怪师傅的情况下 你有闪是不一定管用的 但是太尔茨如果还有杀的话 是啊 选择还是惯了 选择还是惯了 其实这个牌是不是放万剑可能更好 放万剑的话 呃 让郭渡旁击这个是非 然后让太尔茨摸一个之后 无懈流邪 好像会更好啊 好像会更好 对 那最终这局主要是因为太尔茨的优秀表现 好吧 太尔茨在自己的三个回合 呃 都对刘备造成了啊 难以数算的强大输出 难以数算的强大输出 第一个回合 太尔茨打刘备两血 同时呢 通过是非下刘备一张牌 第二回合 太尔茨打刘备两血 同时呢 消耗刘备两张闪 第三个回合 太尔茨下刘备一血 同时消耗刘备一张闪 之后刘备倒下啊 就是可见太尔茨这个远程的啊 这种双岔导弹 对吧 双岔导弹啊 对 非常可怕啊 我们小时候玩这个有一个叫红井的游戏啊 现在可能小朋友不一定知道了 就是啊 里面就有一种导弹 它就是啊 特别特别就是导弹车 导弹发出去怎么样啊 很远射程非常远啊 像太尔茨一样啊 飘洋过海来揍你啊 飘洋过海来揍你啊 眼看着这个太尔茨这个刘备啊 一点点苦苦挣扎的回复啊 一点苦挣扎的回复啊 一点苦挣扎的回复啊 就是我觉得董允的一个桃啊 董允在救刘备有一个桃 那个桃的话 呃 如果之前有条件的话 还是可以救一下王姬 为什么可以救王姬呢 因为王姬的存在 它是一个靶子 有王姬在那流鞋的输出 流鞋的 流鞋的这个拼点什么的 都会去拼王姬 所以刘备反而就没有那么危险啊 你把王姬先被打掉了 那大家火力就只能集中刘备 那反而会让刘备更加的危险 对吧 嗯 所以这个点的话 呃 也是另外一个情况 好吧 那最终呢 还是 要恭喜老司机啊 应该是赢下了 这一局比赛 我没记错吧 是老司机赢了哈 啊 继续赢了啊 继续赢了 哇 天 那那行 那这样好了 不打架了 对吧 那老司机如果张了着说 哎呀 你看 我们上一局这个仙桌 继续他本来没鲜 我们来 将特强 他现在不打架了 对吧 啊 现在不打架了啊 啊 我们再进入最后一局比赛啊 最后一局比赛 对 你把那个乌龟给挂上 你给他 给他想办法 想办法安装上 好吧 对 研究一下 对 总有一些工艺能够把它装上的 那我们的烽火狼烟系统现在是出现了一点小故障 那所以 呃 我们跟导播之间的信息传递 那出现了一个障碍 但是呢 导播这边在努力的抢修 啊 努力的抢修 在我们这儿干活啊 啊 这各各样全能 好吧 十样杂耍 十八万兵刃全能够耍得起来 嗯 那双方的比分现在应该已经是 9比 9比2了 就是无论老司机打成什么样 都 赢不下来今天晚上比赛 所以呢 这一局比赛只是看看老司机能不能输得好看一些 啊 只是看看能不能输得好看一些 所以这种比赛呢 有一个学名 啊 这种比赛有一个学名 叫什么呢 叫遮羞布之战啊 遮羞布之战 就是 就是 如果打赢呢 好看一些 如果没打赢呢 就再说 果然啊 比赛比分已经是9比2 啊 冲冲这边 这个这个猫 这个猫好像变大了 这个是不是是不是吃猫粮吃比较多 还是吃了罐头啊 猫一般就是猫粮罐头两种食物 这个雇佣起手牌 很痛苦啊 到底要哪个方向倒腾啊 对吧 这个牌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倒腾 这起手直接开拿完了吗 咱们不稍微换两张牌试一试吗 他是想把牌倒完了之后 方天化几双杀 方天化几三杀嘛 这种活一般不是雇佣来完成啊 但是雇佣还可以什么干 啊 啊 这个冷 冷色方这边因为有理点 所以能够跟雇佣说的配合一手 然后呢 也可以让曹初稍微卖一下 但人家还有国家呢 对吧 嗯 这就好又是隔花阵啊 当隔花 曹中这边一写换回一个无蟹来 不好说赔赚啊 不好说赔赚 就这种情况不是肯定赔 也不是肯定赚 是要看这张无蟹的价值 对吧 比如让无蟹抗了一张巨重要的 比如勒布斯鼠 对吧 比如让无蟹口机 抗了一张啊 巨重要的勒布斯鼠 还当一顿胖揍李点 李点摸了好多牌 然后一写中乐 如果中了乐就崩了 如果没中了就赢 如果过了乐就赢了 那这个时候啊 曹初一张无蟹可击 解了勒布斯鼠 那就对吧 这是一个一个性质啊 如果不是就是另一个性质 别贪了 气闪见过吧 对 气闪见过 然后大家补一补牌 高兴高兴 对吧 我觉得啊 呃 不用给曹冲补 对吧 为什么呢 首先是你跟董远 你们俩牌都少 你们俩得补牌吧 然后李点是主公 李点的补牌吧 曹冲这东西 对吧 牌有多 为什么不给他补啊 但是能明显的看到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给董远补啊 这个雇佣这种就是巴结魏国 看不起蜀国 你知道吧 啊 一看董远 暑假 那随便吧 那你不指着他吃饭 对不对啊 然后一看曹冲 一看李点 那这个大卫核心 怎么怎么样啊 这边是给曹人直接发解烦啊 现在的 现在的韩当都这么流行 起手第一轮直接发解烦吗 不问贤弹 直接发解烦 他可能是看着雇佣有个长刀 觉得还挺好 这边是先杀了一手自己的国家 这个动作 给我们一种错觉 就是曹人有弩 因为国家好像还是要给曹人继续补牌 果然啊 就是要么就是国家有弩 要么就是曹人有弩 反正是有一波即将到来的爆发 会在曹人的回合乍响 好 这时候可以明确说啊 应该会发生的事情 那具体弩是在国家手里传给了曹人 还是说弩其实就在曹人手里 国家负责地杀 不得而知啊 不得而知 哎呀 这个你看 这个寻寻就非常好 对吧 没有犯错的余地 说我这个寻寻 该留的没留住 该扔的没扔了 就麻烦了 哎 这个非常好 他没有犯错的余地 啊 没有犯错的余地 对不对 这 合理啊 对吧 非常的合理 嗯 这边理解南蛮入侵 哇 曹冲这边 还不如换回一张无限呢 这换回一张破戒刀 屁用没有啊 大哥 你得犹豫犹豫吧 外边连刀都没有 你要戒刀真的有用吗 对吧 这就为个点大 不知道的呀 你可能觉得拿杀更没用 万一杀攒多了 待会有弩呢 理点这边已经是 杀红了眼啊 忘戏拿到了好多好多牌 啊 说这堆牌我们要有所作为 对 大丈夫 当立 什么 当 当什么 啊 三尺之剑 什么 八尺之躯 立不适之功 怎么怎么样啊 啊 大丈夫 当代三尺之剑 立不适之功 啊 看我杀出热乱世 哎 乱七八糟吧 反正就是干点事 啊 干点人事 好像也没干出什么这事儿来 啊 铁锁连环练一下 曹仁 没有用啊 你吓唬谁 连个属性杀都没有 对吧 你要但凡有招的话 练一下寒当 再练一下 呃 自己 然后 装个藤甲 火攻自己 自爆一下 然后再摸好多好多牌 然后找着弩 跟别人拼了 啊 但问题是 对吧 第一是咱没有这些牌 第二是咱是主公啊 作为主公就不能干这种事情 你知道吧 你 你要是个你要是个那个 你要是个忠臣 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你是一个主公 江山设计细于你一人之手 岂可侵犯险境 对不对 这历史上御驾亲征 让人给菜一戏了哗啦 然后把这个皇帝给擒了啊 这 这种这种事儿还少吗 对不对啊 御驾亲征 除了这士气有帮助 对吧 有什么用 你得仔细好好想明白了 对吧啊 大部分皇上没有真正学会怎么打仗 学会的都是纸上谈兵啊 啊 觉着说怎么样 而且这大臣嘛 拍马屁的居多啊 一说怎么怎么着 打一下吴皇英明威武啊 这个出的计策特别对啊 就应该这么打啊 万岁万岁万岁 没有人敢出这个说哎 你这胡闹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战术思路啊 你这样的就应该直接被捅死 没有人敢说这种话嘛 对吧 但没有人敢说这种话的情况下 那啊皇上犯一些错误也是能理解啊 也是能理解的 刘晨现在的位置比较尴尬啊 我估计他大概率的操作思路应该是去战绝国家 然后继续给曹人那个点刷牌以及刷无限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刘晨目前最想做的事情 嗯 知道 把刀挂上吧 把酒喝了 拿一张闪跟人战绝去 万一要是出来个杀 咱们就对吧 不行就捅曹冲一刀 对不对 你又不是铁打的金刚铜柱的罗汉 对吧 你看你卖牌卖的都是什么破玩意儿 凭什么别人能死 你就不能死 照打不误嘛 哎 东女这边直接叫无限 过后摘球 那接着再来呗 这有什么可犹豫的呀 接着跟国家来呀 把无限骗光了也是好事儿啊 曹冲手里还有一张无限呢 对吧 我觉得冷色方也已经觉得不对劲 为什么他们那么想把牌集中到曹仁呢 哎呦 这刀如果把曹冲剁了 刘晨可就立了大功了 哎呀 闪掉了 你还别说曹冲其实还挺危险的 这一刀 你看 手里面只有一张闪 手里面只有一张闪 不过曹冲这个牌还真是挺不错的 七七八八什么都有 呵呵 这个牌要杀刘晨祭天啊 杀刘晨祭天 先决斗吧 决斗肯定没错 对吧 咱们把没错的牌先出了 大概率这个牌就是决斗刘晨 然后雷杀刘晨 跟李典配合 然后看死没死人 对吧 然后看死没死人 先桃园的话 刘晨死不了啊 这牌要先桃园吗 咱们没有无懈了呀 哦 桃园可以那谁 有冬允在啊 有冬允在 所以可以先 先回上写 然后呃 再 再雷杀 对 有冬允在啊 明朗道这么不讲理的武将 对吧 怎么哪都有你啊 啊 那他纠结的应该是用不用雷杀的问题啊 并没有纠结 手起刀落啊 直接是各长姐 然后跟李典 各摸两排 摸到李兆上破桃子 这个决斗没什么悬念了 直接把刘晨就行 然后吃桃 呃 弃杀 留杖八在手 大家就一下 刘晨现在已经是一个废人了 即使过得了曹冲 也不一定过得了东允 过得了东允 也不一定过得了雇佣 过得了雇佣啊 八成是肯定过不了李典的 所以这个刘晨呢 只是那是让他虚条狗命 后边大概刘晨已经废掉了 我们看看曹仁到底手里是什么东西 这曹仁手里没东西啊 这是要灌石斧 九杀 直接秒李典吗 还是秒东允 啊 直接看了一眼李典 直接看了一眼李典 说同学你的牌不错 看了李典的牌之后 应该能判断明白 这个牌秒谁好像都秒不了了 啊 曹仁这个牌 哎 曹仁为什么托管了 回来了回来了 好像回来了 还有出牌的读条 八个人生效 哎 没有继续选择打出去啊 因为如果你继续打出去的话 嗯 李典掉血 然后拆掉一个桃 再九杀李典 还有机会 这边还是继续挤国家 没有前途啊 朋友 你 你这么几万国家之后 国家的牌给谁呢 国家的牌给谁能用啊 国家牌给谁了 给了韩当 给了韩当两张 我看瞧 曹仁这边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拆的东西啊 话说 曹仁的铁锁 连上国家和理点 回合结束 暖色方是可以补很多牌 暖色方可以补很多牌 就是每一个暖色方的武将都会获得一张牌 呃 作为他们的补强 哇 但是东允的牌 非常可怕 尸首千阳 这个按照理论来说 应该拿斧子比较常见 但是拿到他拿的是一张杀 万箭齐发 国家的遗迹 国家的遗迹的话 因为是借国家 所以呢 实际上这个牌 如果不是逃的话 并不会影响到场上其他武将面对万箭齐发的反应 这跟老国家还是很大区别 老国家的话 它只要比如一记莫尔闪了就可以传出去啊 那这样的话呢 所以还是喊迎着国家开万箭 还是可以迎着国家开万箭 东西啊 理解里面没有选择去叛八卦 而是直接继续摸牌啊 继续摸牌摸牌 那现在是刘晨和曹仁两个点都相继告急 而且在这两个点告完急之后啊 韩当这边的威胁也很大 曹冲的称相 今天曹冲的称相非常差 每一次都是只有一张牌 而且一张牌不怎么好看 这次是只要最好的一次 之前是一张无蟹 然后第二次是一张戒刀 这第三次是一张桃啊 这三张牌俩圈一开 点数都非常大 曹仁是自己的桃自己吃掉 但是迎接他的是冬允的一个九杀 冬允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其实是应该杀掉韩当的 但是呢 因为在刚才顺迁的时候没有去顺冠石斧 所以导致这边只能是杀身边的人 那尽管如此 把曹仁击杀掉了之后 那暖色方圣的五教也就非常有限 这个局面 一张勒布斯数非常关键了 因为郭佳在整局里面 他是八个里最后一个行动的 这个其实打到现在大家看这么满目疮痍啊 但是郭佳实际上还没有行动过 就是这只是我们第一轮 可见四次比赛的节奏还是非常凶残 在第一轮结束之后 那这边GC摇起白旗 于是我们今天的比分跟昨天一样是9比5 恭喜GC战胜了老司机 恭喜GC战胜了老司机 GC这边的斗志还是非常的昂扬 然后呢 表现得也非常不错 那我们今天的 我们今天的 常规赛的比赛就到此告一段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继续为您带来最后一轮的 呃 常规最后一场 常规赛的比赛 之后第一轮就结束 然后我们周末的话呢 会有 呃 周六两场和周日两场比赛 所以加在一起的话 我们到这周日为止 会把前两轮比赛 呃 全部打完 啊 全部打完 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udaza 啊